HELLO 大家好 上次影片說到我12月批准了Open World Permit 本來我是買了2月的直航飛多倫多 但就好像剛才片頭看到的 我都經歷了5次取消和改機之後 終於在3月5日就可以成功離開香港 我就在經韓國轉機順利到達了多倫多 在分享入境過程前 我都簡單說一下出發前最重要的準備 首先是一些需要比較早做定的準備 第一就是清稅 我當時是直接walk in稅局 大約用了9個字 職員就幫我處理好了 我是一個月之後 就收到支票 有退回少許錢給我的 第二就是身份證明文件相關 在等出發期間 其實我還申請了出世子庫本 以防將來在加拿大需要用 證本我就留給在香港的家人 另外我也換定了新的回鄉證 因為我還有親戚在大陸 我都怕萬一將來有機會要回到大陸 而我的回鄉證又過了期 所以也有申請定的 第三就是我開訂加拿大的HSBC戶口 其實對於要不要用匯豐 以及要不要在香港開訂戶口 其實網上都有很多分析和攻略 那我就覺得真的要看回大家自己的需要 那我就因為不想到佈之後很煩 還有也有聽過說是用其他銀行 可能會比較難申請到在這裡的信用卡 所以我就打算在香港 就申請定過加拿大的匯豐戶口 整個過程都很快很簡單 那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在網上自己申請 或者去總行做 那我就因為當時有些比較複雜的問題 要向這些職員請教和解決 所以我就去了匯豐總行去做 這樣開戶口就要有800元港幣的手續費 但如果你上網申請好像就是不需要錢的 那我就在網上填了一張方法 就說想申請加拿大戶口 然後我第二天就收到電話了 然後就安排預約時間 就是約了12月尾去匯豐總行 那一天就是用了大概一個小時就已經完成了 那職員都會很細心跟我講解 之後你要做些什麼步驟 那大概十天之後我就收到開戶的確認電郵 那這個時候就要打電話去香港的匯豐熱線 就要他幫我轉搏去加拿大的匯豐 所以記得要在加拿大的辦公時間裡打電話 那我當時就是晚上大概十點左右 香港時間晚上十點左右 就打過去 那大家都可以放心 打過去加拿大的那邊的Hotline 是可以選廣東話的 那邊的職員都會很耐心教你 如何注冊網上銀行 手機APP 以及如何在香港過錢去加拿大戶口 那記得在這個電話裡面 還可以要求他寄上那些帳戶卡給你 那其實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事情 因為這樣你在香港在加拿大 你一到了加拿大 你是可以馬上用卡來提款 那就不用再麻煩 那我是大概五天之後 我就收到一封DHL的郵件 那裡面就有提款卡密碼 再過多兩天之後 我就收到那張提款卡 那這個時候 就要再打去加拿大那邊 那就是ACTIVE那張提款卡 那所以準備好這些 就可以過定些錢過去 那你落地就可以去按錢了 那除了以上的這些準備 我還趁在香港這段時間 配定了一些新眼鏡 一年份量的隱形眼鏡 以及拔掉我的智慧池 因為這些全部在加拿大都是比較貴的 所以記得如果你們都有需要 可以在香港做定先走 那接下來說一下出發之前 幾天左右要做的事情 其實原本我就想說一下 當時我做PCR測試 有多麼頭痛 怎樣去安排我做些測試 才可以按時收到那份報告 但是因為4月1號開始 入境加拿大已經不需要再做這個測試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分享了 那我覺得出發之前 唯一要做的應該就是 要填上arive scan 去到機場check-in 之後其實你都要用回 receipt的QR Code 另外就是記得要把針卡 和introduction letter 那些重要的文件更新 千萬不要放在你要寄倉的行李 因為你入加拿大的時候 一定要去移民局做好這些手續 拿了你把真的work permit 才讓你去拿行李 所以一定要把那些物件更新 在最後我還做了一件事 就是寫了給我的家人每人一封信 想趁這個機會 說一些平時比較少說出口的說話 包括多謝爸爸媽媽支持我這個決定 還有交代一下 弟妹要生生生生 還有也要照顧好家人 我個人都很建議 大家在出發之前 都可以寫封信給家人 因為始終感情都要表達出來 對方才可以好好地接收到 還有平時大家應該 在香港每天跟家人相處 很少機會可以去說這些 這麼肉麻的說話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還有一個人出門在外 不會知道將來發生什麼事 萬一不幸運 遇到什麼意外 起碼當初都好像有把這些心底話 說過一次給他們聽 所以這就是我一個很個人的建議 接下來可以看看我離開香港 以及入境加拿大的整個過程 會說一下在加拿大移民局的辦公室裡 看了什麼文件 以及用了多久才真正搭出機場 事不宜遲去片 很重要 但是怎麼會被別人 各個地方是在加拿大移民 才是在加拿大移民 最好 每一個人都要來 叫做大移民 是在加拿大移民 是在加拿大移民 這樣就要來 看見 我來看見 是在加拿大移民 是在加拿大移民 是從加拿大移民 在加拿大移民 是在加拿大移民 是在加拿大移民 兩件超痛費用會加起來 我準備進去等你們 因為你們很久 好了 接著就說自己了 我們來回頭 最近在天空間 過程中,我用我的急速度 大吉祥 今天我是天空的 我可以喝喝酒 我來一個人的出力 我來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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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仁川機場 哇 開心啊 在韓國 有一種好像來到的地方旅行 雖然不能進去韓國 但其實我本身也很害怕 因為現在韓國也很危險 我跟還說 很順暢 很順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睡觉还可以睡4个小时左右 晚安 刚刚在酒店checkout之后 现在觉得有满血复活的感觉 起码睡了三四个小时 然后可以洗了个面 我现在就去找一下cafe 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坐下 做一下东西 要再多12个小时才有机场 很搞笑 因为留在香港太久了 习惯在香港看到人形紙牌 都基本上是MIRROR 然后我刚才以为这个是Eden 是MIRROR 有一个 Ice America 因为我机场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很热 所以我现在就要坐下喝杯东西 Hello 我们现在是机场 对对对对 现在终于有时间坐下 可以回覆朋友的Message 到马上去推他朋友先去看 我们要先去看 好可爱 超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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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久没见过这么混乱 这么多人的登机 好可爱 我現在很希望很祈求我旁邊是沒有人 但應該不可能因為這班機制超級飽 我覺得我都算蠻幸運的 因為上市差不多一整天 我旁邊都很高 我中間都隔了一個位置 因為我隔機都蠻充滿 我看到其他位置其實全部都是 三個位置都坐好了 你們說是不明是我們 空間的啦 超級飽造的 我們說好陣地 在第一次吃的餐廳 在這兒吃的餐廳 這次吃的餐廳 很可愛 真的這個餐廳 我還在吃餐廳 我還沒吃餐廳 我還沒吃餐廳 這是餐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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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